接下來我們再來談談烏克蘭 在兩三天前 俄羅斯攻擊烏克蘭的核電廠之後 原本說這兩天要停戰 要建立所謂的人道走廊 但是烏克蘭指控俄羅斯 依然持續的攻擊 我們來看看 烏克蘭首都基辅西方 一公里外的斯托揚卡 一處貨物倉庫六號被俄軍炮火擊中 濃濃黑煙只傳天際 當天多個大城市都遭遇俄軍猛烈攻勢 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這處體育館樓板都被砸穿 附近建築幾乎成了廢墟 距離基辅二十二公里的伊爾坪 人員撤離途中 俄軍迫擊炮就落在身邊 六號伊爾坪包括一名兒童在內 有三人死於俄軍的炮火 老弱婦孺收拾簡單的行李 帶上寵物 在烏克蘭軍隊協助下離開家園 臉上滿是茫然不安 戰事不斷升溫 撤離平民的行動必須加快 但五號六號兩天被圍困的南部城市 馬力坡開闢人道走廊 準備疏散四十萬受困軍民的行動 都因為俄軍短暫停火後又快速恢復 攻勢而關閉 兩度宣告失敗 準備接收難民的東部城市 札波羅熱苦等無人 馬力坡市長薄伊勤科躲在臨時地下總部 以不穩定的電力與網路坐鎮指揮 痛斥俄方扯謊持續冷血攻擊 俄羅斯媒體指出 俄軍應法國總統馬克宏要求 臺灣時間七號下午三點再次停火 再包括基輔馬力坡 哈爾科夫蘇美等城市開闢人道走廊 供平民撤離 烏克蘭國防官員警告 俄羅斯正在集結 包括坦克與機動步兵 南部隊往伊爾坪聚集 準備對基輔展開全面進攻 二方持續從北方 白俄羅斯經由車諾比禁區 向部隊補給能源油料 此外也集中軍力包圍了哈爾科夫 切爾尼哥夫 蘇美與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 美國官員透露 俄方正招募擅長城市 戰鬥的敘利亞民兵 以兩百到三百美元的月薪 前往烏克蘭擔任警衛 傭兵 打算以激烈的街頭 向戰奪取烏克蘭主要城市 國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後研究 鍾志東 鍾老師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鍾老師 再來歡迎是亞太房務 雜誌的總編輯 鄭紀文 信聰好 大家好 不過鍾老師 我請教你 怎麼樣看待 訊息其實蠻紛亂的 是 烏克蘭指控說 根本沒有所謂的停戰 他持續的在攻擊 俄羅斯說我真的有停戰 然後包括說兩三天前 烏克蘭的核電廠被攻擊之後 也有人很擔心說 會不會發動所謂的核攻擊 等等的這些問題 然後也包括說 最新的消息是第三次的談判 似乎正要舉行 那你如何看待這一場戰爭 或是入侵會持續很久 是 我想普丁 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他一定要達到 站到 他達到他的目的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就是從他所謂的 停戰的這個協定 他的條件來看 最新開出的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要停戰可以 這個烏克蘭軍停止所謂的軍事的行為 然後一句話很有意思的 這個滿足這個莫斯科的這個需求 莫斯科的需求 其實在之前有三個條件 一個就是承認所謂克里米亞的一個主權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所謂去納粹化 去軍事化 然後第三個就是所謂 烏克蘭中立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這條件開得那麼高 大家都知道 我想應該會很難達成的 所以我個人對戰士是比較悲觀的 假如烏克蘭到目前的這種抵抗的 這個全民抵抗的意志這樣下去的話 我想這場戰爭 還有一段路要走 特別我們假如是看那個地圖 是 你可以看 其實你假如在把那個他的兵力圖 你把它放上去 其實他還把 烏克蘭還把很多的這個部隊把他放在波蘭的這個邊境 是 這也是為什麼那個普丁講 譬如說你假如是飛機還是軍事人員跑過去的話 他會視同 你等於是協助烏克蘭 他認為這是一種所謂的軍事的這個行動 不過總的來講 烏克蘭目前的這種戰士 你假如是看他的整個兵力的這個部署 他並不尋求 似乎沒有要尋求跟俄羅斯 做決戰 譬如說打一場肥水之戰 或是二次世界大戰的這種大不烈的敵人之戰 打一場決定性的戰役 然後來跟這個這個莫斯科談判 目前因為你從他兵力 他現在是分散到所有的這個城市上面來做這樣子兵力的這個部署 那在這種部署的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坦白講 俄羅斯當然就是 只要他有耐心也願意付出這個 代價 他就一個層一個層 各個這樣子來 把你來擊破 那這種情形來講 其實對基輔來講 是不是很樂觀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想是說西方的國家會一直希望能夠儘快地把這個烏克蘭總統把他撤退出去 是 因為實際上面從 純粹從軍事的這個角度上面來看 的確是不容樂觀 其實有一點我想要特別要提醒 就是現在打到現在才十二天而已 你想想看 大家現在都以當初這個普丁在 這個 說什麼兩天三天 就要 對 你 對 是當初是大 他沒有這樣 我覺得你應該要再回去看 他從掌權以來 從所謂的車程戰爭 是 喬治亞 這 喬治亞 喬治亞內戰 以及所謂的克里米亞的這個危機之間 前面在克里米亞危機 喬治亞戰爭這些都算是快 車程戰 整整打了快十年 即使是最簡單 他 大家覺得簡單的這個 克里米亞跟那個喬治亞戰爭 也差不多 超過二十天以上 那所以就是說大家現在一開始就所謂的閃電 就好像是希望 不要忘了烏克蘭很大的 你就是說在 特別他又沒有所謂的決戰 跟這個 穆斯克要決戰的這種戰略 軍事戰略上面來講 俄羅斯部隊只能一步 一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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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層的去拿 這當然要花時間 那所以在這時候很多人的預期是說 俄羅斯 他現在沒有這個 馬上譬如說在一個禮拜之內 來這個 把那個烏克蘭打趴 好像就是 他就是完全是 好像是個失敗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其實也與事實不符 我覺得大家可能對俄羅斯的期待 期待也可能太高 事實上面來講 當然我們可以想 可以理解的就是說 或許不如 莫斯科的一個預期 很快 但是坦白想 以烏克蘭那麼大 現在才打十二天而已 是 對 不過最近其實大家都有一個論述是說 如果是打持久戰 打消耗戰 恐怕是對俄羅斯 對普廷非常的不利 但您不認為這個說法可以成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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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對所有的領導人來講 發動戰爭最好的就是數戰數決 是 這所有人都希望是這樣子 可是當然 假如戰事不是像這樣子的預期的話 那也 就是 我 我想應該像普丁他們在做規劃的時候 應該也有所謂的這種plan B 就是所謂假如真的戰況 不如那個所謂的數戰數決 當初大家期待的 很快的時間結束的話 是 是 換句話說 假設烏爾戰爭打個一年八個月 普丁也會持續打下去 那當然我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開始舉車程戰爭 車程標忘了 從一九九九年打到二零零九年 所以我是說大家要對俄羅斯 不要低估了普丁 特別這場戰 他輸不起 國際的經濟制裁 無法阻擋他打持久戰的這個意志 當然他在打車程戰爭的時候 整個國際的情勢跟現在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不過總的來講 不客氣地講 假如經濟的制裁能夠有效的話 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 危機的時候 西方國家 當然那時候的所謂的強度跟廣度 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不過我個人還是持保留的一個態度 主要的原因是為什麼 大家不要忘了看聯合國的這個投票 中國跟所謂的印度 是 特別是印度 我前幾天才看到新聞 印度同意所謂印度的魯比跟貨幣 可以跟這個俄羅斯的這個貨幣做交換 所以總的來講 我想應該是今天還是昨天吧 普丁也講 面對所謂的國際的這種制裁跟國際的這種孤立 西方國家企圖採取的這種方式 世界還很大 言下之意 這世界也不是說只有西方世界國家 是 我們假如看聯合國的投票的話 有三 我記得好像三十五個吧 是 就是所謂的反對加棄權 全部算起來 那坦白講西方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 當然我們必須要講 現在整體的這個情勢 當然就是說國際上面的這種輿論上面 是站在所謂烏克蘭這邊 可是軍事這種東西是非常非常現實 這不是說同情 是 能夠來解決 現在烏克蘭所面臨的所謂的軍事的一個危機 顯然鍾老師對這場戰事還是比較悲觀 但我請教一下紀文 我們趕快整理一下 然後依據的還是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的資料 三月六號的資料呢 其實俄羅斯呢 占領了相當多的城市 對 不過烏克蘭講說他沒有占領 我們其實還在持續的抗戰當中 然後那包括基輔 那我們先前說綿延六十幾公里 這個部隊其實還在外面虎視眈眈 然後第二大城哈爾克夫 然後南方的赫爾松 然後再加了一個馬力波等等的 那前兩天核電廠也被攻佔了 而且好像也不只這個核電廠 我還是想請教兩個重要的訊息 一個是在基輔外面的這個部隊 看起來似乎已經有所準備 準備已經好 第二個 我們一開始有講說中國呢 要求中國所有的一般老百姓呢 立即撤離烏克蘭 對 大家會說會不會發動一場總攻擊 其實發動一個大型的 或者大規模的攻擊 他是有種種跡象 當然是中國大使館這樣的預警 要求撤出是一個跡象 畢竟中俄之間 他是戰略這個協作夥伴 是 相關的訊息應該溝通很多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這幾天 這個烏克蘭和俄羅斯 一直針對所謂的人道 這個救援開放走廊 其實俄羅斯目的就很簡單 把你的老百姓大量出去 我就可以發動大規模攻擊 殲滅你的烏克蘭部隊 這是這個普丁說的 我要這個把你的去軍事化 作為我這次行動重要的目標 原始烏克蘭的部隊 包括裝備 包括設施 從開戰以來到現在 都是他積極打擊的 一個重要的標的 是 那當然可能很多人說 俄軍感覺好像近期 好像這個很多車隊啊 綿延多少 一直不動 我其實看著這樣圖 大家就可以知道 這些俄軍是在待命集結的狀態 他還沒展開 他一定是搭配後續的一個攻堅行動 在做戰術的散開 或者朝一個主攻方向攻擊 是 那而且這幾天 雖然俄羅斯在地面的作戰裡面 好像這個進展不大 但我們必須說 他空中的攻擊還是持續的 是 而且截至目前為止 我認為烏克蘭的空防體系 應該基本被癱瘓 或者整個被破壞 那這個原因很容易理解 就是烏克蘭 他的整個防空體系和俄羅斯 其實是通的 很多重要的像防空系統 這個雷達 根本就是前蘇聯體系 沿襲到現在 因此對俄軍來講 他要干擾這些武器 他知道這些武器的性能 甚至你相關的戰法戰術 他都熟 是 因此要壓制他們 過去來也確實是俄軍攻擊的目標 因此這幾天 有一個重要的訊息 這個信證我們注意到 就是北約針對說 如何軍援這個烏克蘭飛機 特別是戰機這件事情 有一些折衝 是 後來決定 我把波蘭的飛機米格二十九 波蘭送給這個烏克蘭 然後波蘭這個 這個產生的不足的戰力空隙 我美國用F16或其他戰機來取代 但是問題來了 目前烏克蘭的整個空軍基地 大幅受到破壞 是 這些飛機來了 你的油庫 彈藥庫 是 你的維修設施 是跑到 接受到大規模破壞 你怎麼去運作這批飛機 言此這幾天普丁有一個 旋外之音警告 就是警告波蘭和羅馬尼亞 如果烏克蘭的飛機 從你這個地方發起攻擊 或者你在某個部分 協助這些飛機作戰 你就視為和我俄國宣戰 他主要講這句話 他的用意就在此 因為就俄國的盤算 整個烏克蘭空軍和防空體系 已經被摧毀 近期為什麼 好像很多俄國飛機被擊落 包括一些這個攻擊直升機 運輸直升機 甚至俄羅斯最先進的 像蘇坎三十這個戰機 還有蘇三十四戰轟機 那多架被擊落 其實你看這些飛機職勤 包括這個遺漏的彈藥就知道 俄羅斯畢竟不像美國 那麼財大氣粗 他沒辦法用美國這種大量運用 精準導引武器 是 什麼這個衛星導引 這個雷射導引 或是巡弋飛彈大量發射 你看打仗到現在十二天 他發射精準彈藥 大概六百枚左右 與美國過去打第二次美意戰爭 或者打阿富汗 他可能前三天就不只六百枚 因此他的強度是不一樣 因此迫使俄羅斯空軍用低空近襲 丟這種無導引炸彈 用這種方式來進行這個空對地的轟炸 但低空進行的結果 那刺針飛彈 或這種單兵監設防空飛彈 這時候就派上用場 而且對俄國空軍來很不利 這些飛彈瞄準你要攻擊你的時候 你沒有預警時間 是 因為他不需要雷達相關的掃描 他只要有熱源 你這個戰機的這個尾焰 他就可以去追蹤 這就是為什麼這幾天 俄羅斯飛機頻頻被打下來 是而且這一種所謂的單人的 兼載式的這種刺針飛彈 其實他躲在小巷子裡面 看到飛機就打了 這其實也因此 我要請教你意見 是說儘管很多城市 都被俄國宣稱所佔領的 但我想問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對基輔發動一個非常全面的 甚至是毀滅性的戰爭 難道普丁就可以宣稱他拿下烏克蘭了嗎 因為很顯然烏克蘭採取的策略是分散 所有他的兵力 然後打一個持久消耗戰 你沒有辦法說拿下一個城市 你就說拿下烏克蘭 我想問的是有辦法這樣子宣稱 戰爭勝利嗎 當然是沒犯 我認為普丁也是非常清楚這個狀況 他也知道這個烏克蘭所盤算 但我們必須把烏克蘭整個戰區 做一個更清楚的瞭解 就烏克蘭其實算一個中型國家 他的國土面積是臺灣的十七倍左右 是六十萬平方公里 那我們看俄國陸軍 大概人數多少 大家認為就不超過三十萬 你不超過三十萬 你要進入一個比臺灣大 大概十六倍的一個領土 再加上烏克蘭的部隊 也是有二十幾萬 再加上這幾天 他人民展現這種抗敵意志 軍民一心 那俄軍要這個深入把烏克蘭全面佔領 我就認為是不切實際的 我為什麼說普丁 其實他早有盤算 我們從這個圖就可以看到 俄羅斯沒有大量的進入烏克蘭腹地 深入烏克蘭 他是在邊境地區 進行一個有限度的一個作戰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殲滅烏克蘭的精銳部隊 那還有以戰破核 迫使烏克蘭政府 在很多條件滿足俄國的需要 因此一開戰 我都懷疑他會不會想要推翻 哲連斯基或者把這個哲連斯基暗殺 如果哲連斯基當政 能夠代表烏克蘭 我迫使你烏克蘭屈服 我認為這個更合乎普丁的盤算 是因此要請教鍾老師 一個很大的關鍵 但是烏克蘭的總統 哲連斯基假設 萬一被所謂的斬首行動 或者是某種形式的 怎麼樣政治上的屈服的話 是否意味著俄羅斯全面獲勝 但兩個重要的訊息是 包括烏克蘭也講說 其實他們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掌權 揭權的一個計畫 就算總統不幸生亡 這個政權還是會持續 這個抗戰還是會持續 第二個美國跟英國 現在也傳出來了 包括海報 英國特種部隊 都進去烏克蘭 要來保護他們的總統 我們來看看 除了經濟制裁之外 北約也很具體的講說 我不會設禁航區 因為這違反了北約的 之前的說 我們只是所謂的保護自己的 成員國的這個承諾 我們來看看 美國務卿布林肯這趟為期六天的歐洲行程 涵蓋比利時波蘭摩爾多瓦 以及波羅的海三小國 他馬不停停地在六號抵達立陶宛 繼續凝結各界支持烏克蘭的工作 布林肯當天稍早在摩爾多瓦訪問時 成就北約成員國波蘭如何停工戰機 給非成員國烏克蘭一事 表示正在積極研究當中 同時也在考慮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以及將俄軍的入侵定為戰爭罪行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五號在烏克蘭與波蘭邊界 短暫地與布林肯會晤後 對外稱俄羅斯的石油聞起來 有烏克蘭人的血腥味 強烈呼籲國際社會共同抵制 美國人是最大的石油消費者二零二一年的數據顯示 美國每個月從俄國進口超過兩千零四十萬桶原油 佔意太燃料進口量的百分之八 制裁俄國石油的消息曝光 國際油價就衝到近十三年來的最高點 歐盟與德國至今對此便持反對立場 另一方面英國首相強森辦公室宣布 幾日前的兩億九千萬美元援助金之外 還將在最佳製助烏克蘭一億美元現金 以協助執政當局維持在暫時的正常運作 這筆錢將用在社會福利 退休金以及公務員的薪水等方面 公視新聞王滬文兵議 不過總老師先請教人 就是說我們完全知道說 這已經是極大的人道災難 已經有數百甚至於千的平民已經不幸死亡 更有幾千的兵人已經死掉了 可是我還是想問到目前為止十二天烏克蘭展現出來的抗戰意志 是讓人家非常敬佩的 而這個意志是否可能支撐烏克蘭得到最後勝利 是否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覺得這還是要看戰場的這個戰況的這個延續 其實克勞塞維茲早就有講過 部隊我們作戰其實有三個首要的一個目標 一個剛才鄭兄講的軍隊 我消滅你的軍隊 是 讓你沒有還手的餘地 第二個就是我佔領你重要的這個層次 關鍵的層次打擊你的士氣 抵抗的這個士氣 還有就是說這個這個整個的這個作戰的這種印象 當然第三個是剛才主持人提到的政府 我把你的政府癱瘓掉 你沒有群龍無首的話 當然這個手的意思並不是說是一個人 我想這時候是一個組織 是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烏克蘭政府 他現在已經有意識到這個 就算是總統被殺了 他們還有Plan B Plan C 甚至於就是不只在國內還是在國外 甚至於就是說是不是假如是說整體上面來講 把這個變成另外一個阿富汗戰場 整個用所謂的這個游擊 就是整個整個國家的社會把它吸 把俄羅斯的這個部隊的 看你這邊大家比 看誰能夠撐得久 阿富汗戰爭就是顯示 當然我剛才舉的車程的這個例子 是這個贏的一個例子 當然輸的例子就是阿富汗戰爭就是最明顯的 是 你撐到最後你不行了 可能 當然這時候像國際的制裁 可能現在時間還太短 你可能他整個所產生的這個影響力 你可能現在還沒有看到 可能說不定他假如有辦法 暫時能夠撐到半年一年以上 這時候整個的這個國際的這個制裁 制裁下去的時候 俄羅斯的整個國內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老百姓能夠 能不能夠再繼續接受這個這種情形 不過我覺得要特別要值得注意的 俄羅斯這個民族性是非常有意思的 其實你假如我們回顧歷史去看 打所謂的這個戰爭 他從來都是產勝 他沒有說像美國一樣 贏得很開心有沒有 像譬如說在伊拉克戰爭 他從這個 從沙皇的時候開始 一直到現在 然後所以是說當大家現在在看 所謂的國際上面的這種經濟的這個制裁 包含不只是經濟 科技 各方面的整個全部 譬如說我們臺灣譬如說 我們我們現在臺灣已經宣佈 也要制裁 譬如說你我們相關的半導體 就不賣給他們了 還是是怎麼樣相關的 反正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會產生一個什麼情形 會不會因為現在俄羅斯的這個媒體 在這個普丁的強力的掌控 大家假如注意到的話 他前幾天才剛通過一個法律 假如是不當地散播 所謂的戰爭的言論 不然抓去關 反正怎麼講 他現在就是嚴格地來控制 國內的一個輿論 那當然他就會發動所謂的 這種所謂的大內宣 這種狀況之下 我剛才舉說 大家回去看歷史 我覺得這民族性很重要 大家不要忘了 二十四屆大戰的時候 德國幾乎已經是瀕臨莫斯科 可是他還是繼續這種俄羅斯的政府 我講政府並沒有垮 是 他還是繼續作戰下去 結果最後當然就整個逆戰 整個戰局 這就是什麼 一個民族主義 俄羅斯的一個民族性 所以當全世界要來圍堵 所謂俄羅斯的時候 俄羅斯的民族主義的興起 我覺得這個是要值得特別注意觀察 而且大家現在說現在有說要甚至於說要禁運禁航 要來封鎖他 這就讓我這就讓我想起啊 這個地緣戰略裡面的這個所謂的心臟 這個路權的這個心臟論核心論 大家不要忘了俄羅斯是橫跨歐亞 他不受你海運的這個 就算你海上要封鎖他 他可以透過路上 特別現在在中國上面來講 可以跟他來做一個配合 然後再加上你只要是注意在看他的地圖 然後當然不要忘了中東還有個伊朗 所以這些他整個串連起來 你想要透過所謂的這種海上的 甚至於空中的要來封鎖他 要來禁運 不要忘了他是處於所謂的 地緣戰略的這個路權的心臟論 他可以透過路上跟中國跟伊朗 跟其他的這個國家做相連結 所以假如是說西方國家覺得是可以 像對付北韓這樣子來對付俄羅斯 我覺得是稍微樂觀了一點 瞭解 我請教一下紀文 當然我們也看到說分別在經濟上 確實力道很大 可是在軍事上北約也說 絕對不會射金航區 目前看起來不管是美國或是北約 或其他的歐陸國家也沒有說要出兵 可是軍援是可以的 你如果看待國際能否去阻擋 甚至改變這場戰爭 我認為可能很難 這個普丁已經說 他已經要達到一些他要的目標 那他要的目標已經接觸好幾次 然後在會談裡面有講 但國際上這些資源能夠上 對於烏克蘭起到一個改變戰局的作用嗎 我認為很難 也因此未來的主旋律 還是談和打交互做下去 當然對普丁來講 繼續投入龐大的資格 特別明明